以前的性产业来说 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这社子岛的开发发展 其实是严重落后 那今天如果我们这个 社子岛新专区设立起来的话 其实就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诶 就有税收了嘛 那我这里就有钱 去实施一些多次的百姓 大家好 这里是思春社 为你揭秘大运态动的知识 我是吴某某 一个色色的AV女优 今天主题是 思春聊天室 欢迎两位议员候选人 来为大家解密一下 性专区落地到底该怎么实行 大家好 我是阿扣谢尔贤 我是忠贞万华 自己用我去介绍 金色力量 四零北投望远 你是确定有要选吗 因为大家都在问 对啊 你现在名叫第一名你知道吗 那都是网路的 那个拍好 看看就好 你觉得会翻盘吗 我觉得搞不好就 不小心赛道就中了 我觉得赛道不中的机率 蛮小的耶 你选上的机率其实我觉得偏高 选不上也OK啊 再占立委 也可以哦 对啊 选上就能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在2011年的时候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社会秩序维护法 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 第91-1条提到的一件事情 昌这件事情呢 它是不合法的 它不应该指在一个性交易里面 只罚其中一方 所以就建立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91-1条 在性专区之内的话 嫖娼皆不罚 但是在性专区以外的地方 嫖娼皆罚 就是皆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性专区落地这件事情 两位有什么看法呢 是选士林北投 那我们士林北投 社子就在士林区 所以其实在34年前 当时乌伯雄市长就已经提了 要在社子岛设立社情专区 那只是说当时因为 民间有一些妇佑团体 他们觉得 台湾的风情纯朴 人民保守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不太适合 那其实在34年后 我提了社子岛新专区 我面临到的挑战还是一样 还是有人反对说 我们台湾还是很纯朴 还是很保守 但是我就回复他们说 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 很多值得成本平台 有一些非常有名的 AV女優 像母国梦 还有一些很有名的AV男優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 这应该是没那么纯朴的啦 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 哈哈哈哈 应该是说 还是很纯朴 对就是说保守的 当然很保守 可是我相信 有更多人支持信专区这个概念 所以该是时候可以生育 因为其实信专区没有在做的话 这些行业其实一直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一直都有 只是没有被法律保护 没有依法可以规管他们 那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 对于信专区落地这件事情 一定要落地啊 因为就像在万华那边 他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你可以给他们保障 为什么不给他们保障 今天那些当信工作责人 他可能没有像一般人 可以去做正常的工作 他就只能做那个工作 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也不是要这样 可是他还是用性这个工作 来养活他一家人 那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 正视这个产业 他只是一个身体的劳动 跟一般的服务业都是一样的 他只是付出了自己身体的某一个器官 来服务大众 信专区落地这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好处 信专区优点的话 他分大概三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他对于消费者 那大家是老司机都知道什么叫照片 你看的跟实际的差非常多 可是像我们如果在国外消费就知道说 当然他们国外的也会做一些马赛克保护上市人 那个就是真的本能照 不会像在台湾都是一堆照片 这是对消费者的部分 那对于从业者 那就更明显嘛 现在这些都是地下化 所以其实很多的劳动条件都是非常的透明 而且都被压榨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台面化去讨论 正式订定一些规范 对于从业者的消费保障 最后一个的话是政府的部分啦 地下化是收不到钱 所以我最近去跟一些礼民收通 我就会跟大家讲说 台北市要发这个重阳禁劳金 原本1500发1000论 为什么少300 因为我们这里没钱 那今天如果我们设了这个设置导信专区 诶 就有税收了嘛 那我们政府就有钱 大家就可以拿到1500块 其实设立信专区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式 你有觉得有什么样的优点吗 我觉得他讲的就很对了 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讲一下 信专区落地可以帮助到性从业人员 在钳制的时候会有足够的教育训练 因为性产业这件事情 是让人类抒发欲望的时候 他们在抒发欲望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所以会有一些性骚扰 暴力 甚至是其他不想付钱 这些事情在目前的性产业来说 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我也不可能报警啊 我就是违反了社会秩序我也不好 我会被罚钱 那我还是算了啦 就不去做这件事情 但如果一旦信专区合法了之后 从业人员就有选择 我可以报警 告诉警察说我的委屈 而且我不会被罚 因为他在信专区里面 这个对从业人员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帮助 对啊 也降低犯罪率啊 他们有保障了 他就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目前还没有就是任何政府的地方 愿意去让信专区落地 这件事情让我自己觉得很难过 因为2011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没有任何政治人物 跳出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真的超棒的 我自己有点哽咽 哈哈哈哈 从业者的部分啊 我们现在有在推一个概念叫做 性公私啦 就是性工作者 其实他有一部分应该可以成为 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去消费 都听过一些什么技术查 他学了很多技能 可以提供消费者更多的体验 所以其实我们在想 这个的差别应该在这个付钱上面 或许有些差异 那如果他有个考照制度 你有一些技能 你可以考一个license 那你就是会等于说 比较高级的服务 可以有比较好的待遇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啦 我们在国外有看到一些不错的案例 像之前我在澳洲待过 他们的机会里面会有个menu 来里面就有各种服务 价格都不一样 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服务是couple 比如说你是夫妻或是情侣 你们可能在性事上面有一些障碍的话 然后他们可以拍一个男的或一个女 帮你们在局中 调解就是有点像性治疗师 在新专区里面 你可以这样做的话 其实对于一些夫妻或是一些情侣间 可能也是个不错的方案 可是他们可以去请性治疗师啊 台湾其实是有的吧 他们有念过性学的术士 可以来帮助这些夫妻啊 对只是就是那个数量明显不够啦 对就是那个需求跟供给 一般我们把这个概念 放在新专区里面去做的话 我觉得可以更多四个人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也很尊敬这个工作 我守天使 我有跟那个一些伸仗者聊过啊 他们很希望合法是外送茶 因为他们觉得说 性专区我还要去那边 我就是行动已经不方便了嘛 对如果说是外送茶 他来我家服务 又都是合法的 对对对对 这样多好 我觉得合法之后优点就是 一定要戴套 因为如果没有合法之前 可能有些客人他不戴套 你又不能拿怎么样 他硬要内涉你也不能报警 然后就会衍生很多社会问题 一定要都戴套 研究执行 你今天没有戴套的业者 就不给你开张 没错 这样很好 也可以做体检 检查你的健康 他们性病 这样对大家都安全 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觉得 性专区落地之后 会有什么样子的缺点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是呢 我觉得也是从三个层面 就是刚刚讲的 消费者 承议者 还有政府那边 那对于消费者来讲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 就在合法性专区里面 就找不到外资病团 这是一个工作的话 没错 你从国外来你就要工作前 你就要扯到外交部 就要扯到很多东西 所以那东西短期内是不可能会有发性工作者的工作 这件事情 这些外籍兵团还是在台面下 从业者而言的话 其实是一样点啦 就是说他们原本都是外籍兵团嘛 那他们就不用任何工作前 他们就直接观光签 然后就可以来从业 可是现在一旦需要合法工作证的话 那这个产业多少会被限索 第三个是否政府的部分的话是 这个东西管理起来很头大 你非法你不用管它 你政府完全不用任何行政资源 可是你一旦要合法纳管 政府要投入很多的行政资源 去好好的管理 现在当然有一句话很经典啦 就是多做多做 不做不错 对所以对政府来讲 这个是最大的缺点 因为怎么样做都会被网 网路上的人会想说 诶那信专区落地之后 会不会就导致房价下跌 我之前是在澳洲嘛 澳洲的红灯区就是King Cross 国王池寺那边 拜托那边多贵啊 因为你信专区的重点就是人会进来 对一堆经济观光客来 消费者 对消费 所以你的地价一定会上涨 因为那边有商业价 反对方就会说啊 房价会跌 不想盖在家旁边 那个是一个假议题 这个部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会想说 诶如果那个信专区落地以后 盖在医院旁边 盖在学校旁边 那该怎么办 社会秩序维护法 九十一之一条里面就有限制说 不可以在学校和医院之间 附近范围里面去做 避开这些青少年或是儿童来走路的地方 信专区落地这件事情 到底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最大好处的话就是说 它在城市发展部分会有很大的房子 因为其实社子岛已经近践52名了 所以最近如果大家有看新闻 他们最近终于开了第一间便利商店 这社子岛的开发发展 其实是严重落后 那今天如果我们这个社子岛信专区设立起来的话 其实就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自己住在北头 我们距离社子岛就隔一个桥 但我真的一辈子 大概只去过社子岛一次 就再也没去过 社子岛现况来讲 没有任何幼因 可是如果我们信专区设下去之后 就会有很大的幼因 可以让周边人进去消费 那这样的话可以带动社子岛 以及社子周边的整个城市的发展 那最近我们看孟买女帝 有超爱 六零年代左右的一个女性 从一个不经世事的少女 被贩卖到当地 成为一个当地的女权自由代表 在保护着孟买姓 你的区域四千位寂静有支持 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看 我觉得大家看完那部片 就可以知道整个这个性产业的脉络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 最近很夯的泰国 国外的观光客最多的是什么 泰国人在国外到处shopping 因为他们的大麻经济产业 然后性产业 就是整个齐飞了 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应该要跟进一下 其实我们台湾真的很适合 变成一个观光岛 全世界的人都想来到这个小岛 如果到时候跟泰国一样 大麻都合法 然后新专区也都合法 那所有的外国人都想来了 而且这个产业如果是这样一条龙 就政府从头到尾都有品管管制 比较不会出错了 那我们来聊聊一下泰国的例子 它是集中管理啦 所以在泰国它规划很好 就是它在里面就有分很多区域 一样就是for 男生的 女生的 男同志 女同志 变性的 所以他们其实政府在这个专区里面 又在划分了每个不同族群的一个区域 对于所有的消费者而言 他要进去 他就是要说他要去哪边消费 可是在台湾 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都是男生去消费女生 女生也有需求喔 其实我有收到讯息啦 他说我们规划给女生专区 其实也是会有 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专区也做起来的话 可以参考太多的一边 对于各个不同的群体族群都可以有提供相对应的服务 也是有达到所谓性别平等啦 说像我们台湾如果设立性专区 其实就可以把我们台湾一个不一样的点凸显出来啦 耳熟能想话就是像澳门嘛 赌场这个方式去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跟进行 那其实如果我们台湾有机会可以把性专区这东西纳入我们国家的整个规划里面 其实他可以替我们的整个国家收入带来非常大的贡献 这也是一个社会福利政策的一款 因为我们做很多社会福利都会需要裁员 那我们政府如果可以借由这个性专区的部分 扩充台湾 其实对于照顾我们一般的弱势百姓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财能收入 在国外都有案例啊 这个叫SIMTEX 罪恶税 那这东西其实他就是人性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今天我们如果不去规范他 他其实就在外面这样流窜 我们政府也没办法收到税收 可是我们如果好好管理他 把这个SIMTEX 把这些能量贯注到我们这些社会福利上面啊 去核心一些弱势的百姓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性关系存在一个很好的价值 像刚刚议员讲的这些我非常同意 已经10年了 应该要11年的 应该要实信了吧 现在目前啊 大家对性工作者都还是一个道德绑架的状态 诶你做这件事情 你爸妈知道吗 那你去做这件事情 亲朋好友知道吗 隐私男女人之成欲大焉 它是一个必须的事情 性欲是人类都会有的 没有任何政府愿意把它落地 我觉得很可惜 你支持地方政府信专去落地吗 留言告诉我 我是默默 是的 我们在西村社